請你跟我這樣過 聰明過生活 幸福多更多 歡迎收看 請你跟我這樣過 請你跟我這樣過 好家再好智慧 保養皮膚聖品 白木耳沾不上邊 這題那麼簡單 那麼簡單 夏克力 你的答案也是讓我們 有點像的 對啊 那都是老外的選法 真的是皮膚沙拉 我就把這個牌子吃掉 這答案真的是二 可以再一點沙拉嗎 可以 男理邏輯大不同 吃檸檬會變黑 我知道它是會害牙齒酸食 但是我就猜它應該 也會害皮膚變黑 檸檬汁 我聽說晚上喝很多檸檬水 你皮膚會有黑黑的甜 晚上去用餐高級料理 是不是都倒檸檬水給你們 檸檬水只有一點點成分而已 它只是有一點香味 它水分比較多 檸檬汁是全部都是檸檬汁的 對 你還在問你自己便宜是不是 那當然 好 檸檬汁不是有維他命C嗎 你們不會想說 維他命C所以美白嗎 女人健康學問大 搞不清楚小心沒人愛 幸好男人一定要知道 精采內容 今天千萬別錯過 我們要再次來考驗 男人們關心女人的深度 我好喜歡這樣子的提型跟單元 真的嗎 對啊 你可以知道台灣男人 是不是全世界最體貼 女人的男人 從前面曾經路過來看 好像不是 好像不是嗎 所以還要再努力啊 不是應該說有的男的 虛有其表 但他其實了解的並不多 那我們今天來的是虛有其表 還是 今天邀請到這四位呢 克帆 是的 你們四位裡面只有你跟Eason 是沒有結婚喔 沒有結婚 懂女人嗎 但我至少算 他以前也唱過很多很多情歌 你唱情歌就懂喔 是是是 對啊 他們都是在吃娘大便的 他們懂個屁 我說我們曾經有交往過幾個女生 是很注重養生 然後注重身體健康的 所以我覺得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是沒有問題的 對沒有問題 第一題 好我們來看 題目一是 通常四五湯是在月經期間 喝的效果比較好 對嗎 你不知道四五對不對 四五 四五 四種東西加在一起 女人喝 哇 水 水 水耶 好了 好 宣叉 請選擇一味叉 剛剛跌破眼鏡 可是很重要的那一位 怎麼不一樣 已婚的一味 跟你意見不一樣 他這個選法有點被害妄想 真的 你認為不是在月經期間 喝的效果比較好 還是認為師傅他沒有效果 沒有沒有 師傅他應該在月經過後喝 過後 因為我到現在還是 我完了之後 才喝給他補充的 補充的那種 對 所以他每次玩了 我都會煮師傅給他 真的假的 師傅會蹲一隻雞腿 而且是放在電鍋裡面 對 我是這樣子 但是你老婆這樣子的喝法 不見得你們是正確的喝法 正確於法 中醫師是跟我這樣講的 我的看法是因為 酥湯本身是很補的東西 所以你如果是 不是在月經期間的話 你好像會太上火還是什麼的 會太過 然後在月經期比較虛 對 所以那個時候 是半功倍 對 其實老一輩的大概都知道 女生大概都知道 玩的時候才會 給他燉這個喝 老一輩 現場就太燥了 所以說我講 對啊 所以你看看就知道答案 答案是正確的 答案是正確的 對 就是在月經過後才喝 對 為什麼要在月經過後喝 就是他們剛才會講說 第一個 它其實有幾個作用 師傅他們有補血 也有活血的作用 所以你會從補血的觀點 你會想說那個時候 剛好缺血喝可以 可是如果你從行血的概念來講 你如果那個時候就喝 有些人會變成滴滴答答來不完 對啊 所以我們是在月經過後喝 那剛才 醫生講得有一點對 你會覺得說 好像有些人太 要燥對不對 對 太燥熱的人確實不適合喝 有些人呢 他一天到晚在喝四五湯 就發現為什麼自己痘痘長不停 對 那你要考慮那個東西 可能是不適合你的 所以除了時間要注意 是經期過後喝之外 體質要注意 有些體質比較燥熱的人 其實不適合喝太多四五湯 是的 那經期期間喝的是什麼 經期期間 你如果要喝中醬湯 我應該不會反對 但是我覺得經期期間 就喝一些溫熱的水 對 溫熱的水 就好了 你讓自己有 子宮有溫暖的感覺 對不對 黑糖水也可以 黑糖水 你可以煮一些紅豆給他吃 紅豆水 紅豆水就可以去水腫 因為他那段時間 比較水腫 是不是 好啦 我先走了 他真的就有天 你也才答在一起 不用囂張 對 對啊 才第一題而已 油然的有一點尊敬 OK 來 加油了好不好 第二題 好 我們來看 第二題是 買哪一種食物 給另外一半可以幫他 就是消水腫 來 我們來看看一共有三個選項 第一個是低脂的冰淇淋 第二是黑巧克力 第三是天然的鳳梨乾 其實我老婆有好朋友的時候 都是吃那個黑巧克力 可是我不覺得是黑巧克力 因為這個水腫 因為我記得冰淇淋 因為有鈣 鈣 鈣 對 然後鈣是 水腫要拍出來的時候 好像是鈣 所以我選 到底什麼是鈣 我選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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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鈣有幫助消水腫 對 鈣不是防止抽雞嗎 防止消水腫 黑巧克力才有 因為我跟你講 黑巧克力裡面有所謂的咖啡因 因為發現喝咖啡是利尿 對 對喔 是不是 好不好 好 我先走了 不要衝動啦 還沒解答 對不對 對不對 是不是 同意潘老師的講法 他有另外一點 因為買其他兩樣東西 因為冰淇淋不是每一個人 就是他吃了 有的時候會肚子痛 或是不是每一個人 都可以去服用的 那鳳梨乾有些人 他也是怕吃鳳梨 很多人根本不知道鳳梨乾 那個東西 你不應該吃 這不能吃冰 對啊 所以我 所以我選 我選黑巧克力啦 因為他的糖的那個含量 比較少 比較少 而且一定有咖啡因 然後也是咖啡因利尿 咖啡因 好 依神 我是覺得 鳳梨乾 因為它是水果嘛 水果基本上應該 多多少少對於消水腫 有幫助 對啊 所以今天不論是鳳梨 香蕉蘋果 什麼榴梨乾 對 都會先選水果 來 正確的答案是三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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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ASON EASON 嚇懵 給他懵到了好不好 來 你說 我是傳媒體組 天然鳳梨乾 但是他對啦 你們兩個講得頭頭是道 對不對 但我覺得咖啡因很像 對啊 咖啡因也是有利尿的感覺 它是不是一個陷阱題 對 它其實是一個陷阱題 怎麼說 我想大家應該會困惑 在二和三之間來選擇 因為一的低脂冰淇淋就是 這個應該是越吃越腫吧 就算是低脂 它其實也是高熱量 這可能是外國人的吃法 對 真的 那第二個是因為 好笑的來了 黑巧克力的確有咖啡因 但是其實要提醒 就是黑巧克力其實相對熱量更高 因為它油脂比例是更高 糖分雖然低 但是油脂比例高 然後你要吃到這樣子多的咖啡因 你的相對巧克力其實也是有一定的程度 那鳳梨乾為什麼是最快 因為我們一般的這個水果乾 都可能會有加到鹽 那鹽可能就會讓水分滯留在體內 可是因為它天然 它就只有單純就是烘乾它 加一點糖烘乾它 所以它沒有加上鈉 沒有加上鹽 那當水果乾 它其實就是個高甲 高鮮的東西 那高甲就會利尿 所以它就是一個天然的 利水種的一個東西 那請問以水果的角度來講 剛剛Eason有說了 它講究是天然是水果 所以只要換成任何水果乾 都可以嗎 對 但是因為要注意 就是如果你今天是有加了鹽分高的 去有用鹽去鹽 那個效果就不會出現了 那個就不行了對不對 對 因為那個太鹹了這樣 天然是重要的 對 好不好 好 來 加油了 現在Eason跟潘若迪 各一分兩位好不好 那你加油了 不要這麼快就這樣上次 還有很多題目 對啊 第三題目 好 我們來看看 下列哪一道料理能夠讓女生的皮膚 水噹噹呢 這很重要 對 我們來看 1 乳雞爪 2 是蘋果沙拉 3 是冰糖木耳 這是那麼簡單 那麼簡單 什麼 乳雞爪 冰糖木耳 來 乳雞爪先來 為什麼乳雞爪 我不想 有人圈雞爪 真的 怎麼會不曉得 那你想這三個裡面 看起來最不肯就是乳雞爪 人家不是說乳雞爪 什麼膠原蛋白膠質很夠啊 在那邊肯啊 裡面還有軟骨啊 所以皮膚就有彈性 那個不能用乳的 這個是不是有 有 有膠原蛋白 有耶 我不太敢講原因 萬一講出來 裡面沒有膠原蛋白 我就傻了 夏克力 你的答案也是讓我們 有點驚訝 有一點嚇 蘋果沙拉 如果真的是蘋果沙拉 我就把這個牌子吃掉 你說囉 好不好 一口就好 沒有 如果是2 一口就好 如果嘛 就好好講喔老師 對 其實我知道沙拉非常好 還有蘋果沙拉 然後很多維大麵很好 所以我覺得蘋果沙拉 當然是一個好選擇 但是要水噹噹 水分漂亮 沒有 那個母耳 我就不了解 我是一個外國人 我到那邊都沒有什麼 然後吃的時候 人家會說你吃這個 你皮膚就會變好 我唯一的記得母耳 人家會跟我說 吃這個皮膚會變好 所以有人告訴過 你母耳皮膚變好 對 那你不選他 我有選他 你明明選 你是選2 你是選2 對 你放烏爾在中間 真的 你都選錯 你是來亂人嗎 因為夏威哥 你看不懂中文字 他在看擺盤的 對 你看擺盤 對 他看烏爾 所以怎麼辦 我沒有 看不到你在哪些人 七八百國人 對啊 你剛剛要放中間 你誰要你要放中間 你選了就選了 123 這樣比較好拿 是真的 換他一下 1 2 3 所以你到底要選起 將錯救錯還是 你要3對不對 我要選母耳 母耳是不是 我現在已經選了沙拉 你知道嗎 如果換到母耳 就會一答案就變沙拉 就是這樣 我尊重各位 各位這是你們的權益 他能換嗎 當然不能換 當然不能換 所以他就是2 就是要蘋果沙拉 OK 可是答案真的是2 對 對 好 這來了 來 你要吃幾號 你要吃幾號 來 可以再一點沙拉嗎 可以 可以 優格醬 配一點美乃滋 可以 好煩喔 不新鮮 不是我不吃喔 好煩喔 好煩喔 怎麼會是2呢 為什麼 因為其實第一個就是 大家都一定會 因為坤沃1和3 對啊 因為大家都會覺得 木耳就是這個膠原蛋白 其實我要先解釋一下 木耳的它的結構 不會變成膠原蛋白 因為膠原蛋白 只會在動物性裡頭 但是它勾勾的啊 它勾勾的 它就是一個膳食纖維 水溶性的膳食纖維 所以膳食纖維 不等於膠原蛋白 好那再來就是因為冰糖 其實冰糖的量 是可以斟酌調整 因為太甜的東西 其實糖化 糖化造成皮膚也是會惡化 對不對 奇怪那為什麼呢 為什麼 華人好像口耳相傳 對啊 而且每一個 你不要說那小禎也吃錯了 顏麗婷也吃錯了 我能了解 但是其實它有另外一個原因 是因為其實木耳的纖維很高 就是滑滑的那個東西 你纖維高 其實像女生如果你排便不順 你吃纖維高的東西 你的腸道就會變好 你腸道變好 你從體內就是做一個環保 所以它是另外一種型態的方式 可是它真的不是那個膠原蛋白 那如果只要這樣講 那燕窩那些都沒有用啊 燕窩是動物性的東西啊 是不是 燕窩是動物性的東西啊 是不是什麼啊 我不相信 他殺他給我吃掉 我看你皮膚有多好 你現在是 你現在是有好老公的包袱嗎 不是啊 你就錯兩題了 我們爛就爛算了 動物性是膠原蛋白 對不對 植物性叫膠質 水溶性鮮物性 不一樣的東西 膠原蛋白 但是它就是比較拐了個彎 清腸道的角度來做環保 對 那皮膚有殺啦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我們今天竟然要水噹噹 因為其實雞爪膠原蛋白它是有彈性 你有水分的部分 其實還是要來自於你本身體內的抗氧化物質 那抗氧化物質 真的還是要來自於吃蔬菜水果 這些東西的抗氧化 所以是抗氧化的角度 對 蘋果的抗氧化第一名啊 這蠻明顯的 所以就會變成就是為什麼我們還是會著重在 這是蔬菜水果 高維他命C 那甚至比如說優格 假設你用的奇異果優格 這種高維他命C的東西 那它其實才會讓你保留 因為其實膠原蛋白喔 本身還是有 我們只是希望不要再流失 所以會補充 但是你本身還是有嘛 可是如果你看氧化能力夠多的時候 你就可以讓它保持住在一個範圍內 所以你要不要另外補充 就沒有一定要 所以那你看現在大家蔬果579 大家都吃不到那個量 所以其實回歸來應該要把你的 應該抗氧化的物質 蔬菜水果先補起來才是重點 但是他如果那個發拉醬 我老師那比較好吃 而且重點是其實蘋果也有果膠 並不是只有木耳才有膠 蘋果也有果膠 對 所以它同時兼具了抗氧化 加上果膠的好處 這樣加刀清楚了吧 清楚了 下課例 好在你沒壞 下課例 對啦 手術取到 今天應該不算分啦 真的不算啦 這麼一名喔 你要加油囉 謝謝 我剛才你要加油 結束之後我是爛貨 現在爛不代表未來爛 對啦 還有機會 是不是 嘗試我沒有啦 不同嘛 嘗試不夠 居家總可以吧 居家的 來 第一題 好 我們來看居家片的這個題目是 你的老婆或女朋友 站了一整天 可以準備熱水 讓他泡泡腳 就能夠改善靜脈曲張嗎 哇 只有潘若迪圈啊 大家都差啊 潘若迪 因為在 我跟你講熱水 就是可以紓解 就是它就是會分解你的水分嘛 嗯 它就是會讓你的血管 然後順暢 順暢 變得非常大好 對 這就是你去 就像你在那個熱瑜伽 或去做那個熱烤箱裡面的時候 它一量它是會讓你的這個 血液循環的變好 所以你運動完 你都會這麼做 是的 那你沒有靜脈曲張 就是體事能的醫學常識 如果今天再錯 我就不吃了 哈哈 那怎麼樣 他會怕 哈哈 對啦 他有心虛感 這個 這個問題其實又有一些鬼 鬼迹在裡面 為什麼 因為熱水它會讓你脹 嗯 把它脹 所以靜脈是曲張 是因為靜脈已經變大了 變大了 應該不 熱水會讓它的那個狀態更糟 更嚴重 所以靜脈曲張 襪是把它塞起來 哦 穿那個是不要讓它脹開來 哦 對啊 所以熱水是不行的 哦 不能熱水 對不對 我覺得這個跟運動傷害 是同樣的道理 就像柯凡哥講的 我們譬如說扭到 或者是哪個地方怪到 腫起來以後 我記得都是拿冰敷帶 叫冰敷 哦 對 因為好像用熱 醫生講說用熱水弄下去的話 好像是你反而會越弄越糟這樣 嗯 用冰敷才對 所以我覺得 泡腳 應該是可以讓肌肉鬆弛鬆緩 但是沒有辦法讓血管 血管 對 方向要看準 對 先冰敷 要熱敷以後再說 對 黃金旗嘛 夏克力 因為你講的聽起來很爽 就是工作一整天 家裡整天 回家老公幫你放一個熱水 放手機 聽起來答案是對的 所以我覺得答案是錯的 還有 你知道你是被害妄想散嗎 你知道什麼 還有家裡整天 腳應該是放高的 不是放在水裡面滴的 把它墊高的 應該是墊高的 所以 基本上如果已經靜脈曲張的話 是不能泡熱水的 不能 我跟大家把輸的 YES 你要不要再輸 他也有 他也有 但是你不用買我的輸 你跟我一樣爛火 來 給大家一個概念 基本上 泡腳的目的是要促進 下肢的血液循環 是不是 所以基本上 這是你泡腳的目的 可是如果你已經靜脈曲張 已經是個病了 就是告訴你 你不能再泡 那不能再泡的原因 就跟克帆講的是一樣的 因為你血液已經回不來 你再泡的話 這樣基本上會造成影響 可是如果說你一般人 或老婆不然怎麼樣 他不管做什麼工作 回去如果腳真的很不舒服的話 其實泡泡腳 可以促進下肢的血液循環 但是如果你已經達到 靜脈曲張的話 你一定要去穿那個彈性襪 回家的時候要把腳翹高 但是更嚴重的話 去做手術 這個概念 那你想說 不能泡熱水 那熱水泡下去 後一陣是什麼 他腳就會更腫 因為想說 我們知道其實 我們的下肢是 我們第二個心臟 要促進血液循環 可是當你已經靜脈曲張之後 他後面 其實你有看過那個靜脈曲張的人 其實會蠻恐怖的 好像蟲蟻 那如果再泡的話 整個腳會這樣 痠麻脹痛 整個腳會走起來 都會覺得很沒力 那個靜脈曲張的那個部分 那個血液會一直擴張開 血液會那個 預計在那邊 刺流在那邊 對 會更腫 腳會更腫 還有腳會更脹 泡冰水會比較好嗎 其實泡冰水也會比較好 這也是要穿彈性襪 而且最好可以的話 基本上你要 我們常說有靜脈曲張的人 第一個 站不要站太久 走也不要走太久 坐也不要坐太久 所以他的時間都要先拉短 然後 靜止的時候 可以把腳放平 那睡覺的時候 腳可以下面放兩個枕頭 這樣後來可以改善你腳的那個靜脈曲張 放膏 然後人家阿摩是最好的 是 可是如果說你真的很嚴重的 靜脈曲張的話 你按摩的話 有可能造成那個靜脈 有可能受傷 真的 有可能真的 那很麻煩 所以像文華本身沒有靜脈曲張 回去泡熱水沒有問題 是可以的 是的 但是你有靜脈曲張 不管冷水冰水都不要泡 對 居家篇第二題 好 我們來看題目是 夏戀哪一種行為 會害女生的皮膚變黑 行為 來試試看有三個選項 第一個是白天吃香菜 第二是下午吃香蕉 第三是晚上喝檸檬汁 全部三啊 晚上喝檸檬汁啊 為什麼晚上喝檸檬汁 皮膚會變黑 會害女生 我這不敢相信耶 沒有人會一大早起來 白天吃香菜的嘛 不是 但如果有吃嘛 白天沒有說一大早 香菜那個 基本上有吃香蕉 人家就不會賣這個東西了嘛 那你吃鵝拉米手 對啊 鵝拉米手 對啊 香菜有啊 有的人比較少吃啊 比較少 香蕉是不會啦 好那反正你認為檸檬汁晚上喝就會變黑 檸檬汁晚上喝就會變黑 檸檬汁酸鹼的東西好像晚上好像就會 好像會暗沉 晚上喝會暗沉 晚上為什麼 晚上沒有太陽 晚上反正就是 來來來來 Eason 因為我記得香菜跟九層塔 好像這類的東西 大家傳言都說 阿會 不要多吃會變黑 可是我記得 我看過電視節目也是說 這個是傳言 這是假的 哦 然後呢 檸檬汁的話 我知道它是會害牙齒酸死 但是我就猜它應該也會害皮膚變黑 就是牙齒會酸 所以酸酸散到皮膚出來 所以你講漫天是用猜的就對了 對 前面講那邊我猜的 沒有錯 對 聽一個感覺 第一香菜就是 Coreander 嗯 然後 正確念法是Coreander 香蕉也沒有問題的 然後那個 檸檬汁 就是我聽說 你如果晚上喝多檸檬水 你皮膚會有黑黑的點 可是其實不是不好的 那個是 你身體要 它會幫你拍東西出來 哦 他把東西拍出來的時候 毒素排掉 對對對 這個賭的東西拍掉 會變黑的點 就比較漂亮 可是 不是皮膚會一直變黑的 如果一個答案是4 塞太多太陽 就是這個答案 是 我也是選4啊 是不是 但是你餐廳很多餐廳 你晚上去用餐 高級料理是不是都 倒檸檬水給你喝 對 可是他們也會給你那個 黑心油 所以我覺得OK 你是檸檬汁跟檸檬水有差別 檸檬水只有一點點成分而已 它只是有點香味 它水分比較多 檸檬汁是 全部都是檸檬汁耶 你還在問你自己便捷 那當然 好來 我是很想換 你不是有教過賣檸檬的那個 你心中認為的答案是什麼 冰糖木耳 不是3 不是3就是1 不是3就是1 但是一去3 1跟3 對3 沒有你已經不能改變了 但你可以說 你心中認為的真正答案 是1嗎 是不是 很多女生不吃香菜 不吃香菜是怕黑的味道 但是我們也都吃香菜啊 而阿米說 老闆多加一點沒問題 也沒變黑啊 結果我就沒聽過男生不加香菜的 是不是 我就都是聽女生 對嗎 好 所以到底答案是什麼 王醫師 答案 如果講過答案的話我會被打嗎 答案是1 答案是1 1 那加一分 一題其實不難耶 我覺得很好 我這題怎麼會 對啊 我這樣講答案 我孫也在前面 對阿姨 我記得是全局部 是個傳言不是嗎 你那個是白天吃香瓜吧 不是 檸檬汁不是有維他命C嗎 你們不會想說 維他命C所以美白嗎 對啊 對喔 檸檬汁不管白天晚上喝 會變黑嗎 不會 不會 不然餐廳到都害每一個人都變黑了 對 白天不要碰到檸檬皮啦 對 對不對 不要碰到檸檬皮 不要拿檸檬皮來敷臉 敷完臉之後出去 做運動曬太陽 對 對 曾經有一陣子 亞蘭就是在弄檸檬 然後皮這樣沾沾沾 結果太美去擦乾淨 太陽曬著曬著 她手就快變黑了 很明顯的黑 對 來 幫我們解釋一下 基本上這個題目 它難的地方是在 有一種食物叫做 光敏感的食物 是 那這種光敏的食物有幾種 香菜是一種 芹菜葉是一種 九層塔是一種 對 它裡面它有一個很特殊的成分 叫湖南香豆素 那這個東西基本上 你吃到你體內之後 曬到太陽會變成黑色素 所以基本上 我們古時候的人其實都有講說 這個香菜 這個九層塔 這個芹菜葉 基本上不要多吃 那可是 反過來說 日本人在前一陣子曾經說 如果你多吃香菜的根的話 它本身很有高濃度的維他命C 基本上那樣的話 反而有美白的作用 它是吃香菜的 比較金或根的地方 那我們的香菜 都吃它的葉子 真的是不一樣的 所以下次鵝阿米的時候 跟老闆說 不好意思 我要香菜根 那可能他不會給你 他會叫你去隔壁的 那再過來 其實我們很多食物 其實吃的時候 皮膚也會變色 最常見的是 如果你有南瓜 蘿蔔吃都會變黃 所以很多病人吃很多時候 我會看到 醫生我的臉 手都變黃了怎麼辦 那時候跟食物有關 那其實基本上這個題目 其實我覺得四位都正黃 其實讓我們覺得 還真的有一點的壓抑 真的 真的有一點壓抑 但是如果香菜是要晚上吃 有沒有關係 基本上這種代謝 它基本上六到八個小時 如果你晚上吃的話 其實到隔天之後 其實基本上應該已經就不會差 就還好對不對 那另外一件事情 剛才有提到那個 所謂的湖南香豆素 基本上還有柑橘類的東西 我們知道葡萄柚裡面 這個成本也很多 所以我們都說 有心血管疾病的老人家 你在吃有關於心臟病 抗瘍血劑的話 基本上 葡萄柚就不要多吃的原因 也是因為這個東西的緣故 嗯 哦 好啦 這樣清楚了 分數維持跟剛剛一模一樣 對 緊張對不對 所以有時候題目 我們認為很簡單 不見得大家知道 你知道嗎 來 下一題 好 來看下一題是 老婆或女朋友 在什麼狀況之下 敷面膜 你就好像馬上的阻止她呢 馬上阻止喔 說不要 對 說不要 來看 第一個是邊泡澡邊敷 第二是洗澡之後 在浴室裡頭敷 另外第三是敷完之後 馬上去睡覺 第一個是什麼 第一個 邊泡澡邊敷 洗澡 用英文講 用英文講 一邊泡澡一點 泡洗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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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都會 希望他沒有錯 他就是會 會坐 然後睡覺 所以他是三 所以喜歡 有次看他都這樣子做 所以認為這樣是對的 然後洗澡後 應該沒有問題 可是如果你在 你在泡澡 然後隨時熱的 你應該身體會流汗 然後如果你放那個 那個東西在臉上 然後你要流汗 他可能那個汗流不出來 喔 悶住啊 一直在裡面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 如果你泡澡之後 毛細孔會打開 對不對 對 然後你敷面膜 它是不是更容易吸收 你面膜裡面的營養成分 會不會 可是他也打開 可是你已經有這個東西 在上面 所以也沒有辦法 我想一下 其實我沒有看過人渣 在一起找我泡澡的泡座 有 你有 有 很多 這三種每一個都很多 沒關係 我常常選錯 所以我選 好 好 因為我覺得敷完馬上睡 如果他這個 面膜的成分是天然的話 我覺得這應該不會構成什麼問題 沒有問題 然後呢 洗完澡再浴室敷 我這個是從來沒有見過的畫面 沒見過 洗完澡 不會啊 對 只有邊泡澡 邊泡溫泉的時候 可以邊敷 可是洗完澡的時候 為什麼要再敷 因為他這邊邊敷的時候 因為你才剛洗完 很多人就開始可能 比如說秀秀指甲 對啊 吹吹頭髮啊 吹吹頭髮啊 對啊 保養品擦乾 洗澡 洗完澡你都已經擦乾了 你那個時候再敷應該是沒有用的 就沒有用了 對 沒有用 洗完澡後的這個皮膚 應該是他基本上那個毛細桶是開的 你洗完澡之後可以在別的地方敷 不要在浴室裡面敷 因為浴室裡面都是那個 你洗澡的那些蒸氣 水蒸氣 對不對 所以基本上你應該是讓皮膚接觸養分 所以讓接觸養分 就像我們洗完澡之後 我們會在皮膚上不會把所有的皮膚全部流 全部擦乾 就是會流一些水分在身上 對 所以我會覺得應該是 洗完澡後不要在浴室裡面敷 不要再敷 因為水蒸氣的問題 你有沒有做過臉 沒有 你沒有做過臉 做臉是不是在洗完粉刺之後 他都會蒸水蒸氣 對 有一個蒸氣 會蒸臉機什麼的 蒸完之後 他才後來有敷臉的動作 他有一定的程序 你很厲害 糟糕了 我做過嘛 沒有做過臉 我們還真的搞不清楚 是不是 對不對 慌了對不對 不慌 來 克帆哥 如果你們家的 因為我覺得這個是立馬阻止他 對 有可能是 就是他說的沒錯 就是浴室會發生危險 你現在認同他了 你選三耶 就是你們家的瓦斯爐是放在浴室裡 對 那也開窗戶也就OK啦 所以我是覺得 安全的宣導就對了 之類之類的 但是一跟二 我覺得是 毛細孔打開 敷的那個東西 他比較容易吃進去 可是敷完馬上 所以是因為有些 可能還沒有洗掉 可能敷了就去睡覺 你怕有殘留 對 會殘留 那個東西會變質 或者是說你沒有洗乾淨 或者是洗完之後 還要再去做一些什麼 其他的保養 保護再去睡 不要敷完就去睡 就怕他敷完睡起來的那個 那個成分 保養成分 我變成睡起來的 因為不是每個面膜都天然的 它有它的作用 那一二我覺得是差不多 三是唯一不同的 所以我選三 有這個時候呢 最直覺的答案呢 就是最正確 我很難相信 夏克力居然講得完全正確 答案是 為什麼要先說 我完全不相信 我說我的名字自己 邊泡澡邊敷 為什麼你知道嗎 夏克力沒看過這個畫面 就選對了 你看 為什麼不建議邊泡澡邊敷 或者是邊泡溫泉邊敷 其實他講得很正確 因為你那個時候通常在冒汗 在冒汗的時候 你就想你皮膚裡面 除了汗水其他東西 其實也一起在冒出來 這個時候你還貼個東西 阻止它跑出來 那到底是怎麼回事 到底是營養分該進去呢 還是水分該出來 就變成一個很複雜的狀態 反而是二是最理想的 為什麼 二的時候你看 你已經汗冒出來對不對 洗乾淨了對不對 這時候還有水蒸氣 還有點熱熱的 毛孔是不是在張開的狀態 這個時候你把它敷上去 是不是剛剛好讓它吸收 所以反而二才是最好的時機 至於三 三確實有一些 那個要看那個面膜的狀態 不如一三都算正確好了 對不對 可是一般來講 三的話 因為它還要分那個面膜的種類 有些面膜 確實敷完馬上水 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一定要立馬阻止的是一 三人家 本來就是晚安面膜 你叫人家幹嘛嘛 對 是不是 本來就是要讓它敷著睡的嘛 所以一定要阻止的是一 然後最好的時機是二 就這麼簡單 對 然後而且你 通常你二的時候是 你剛好皮膚是相對脫水狀態 因為如果你是很熱流汗 其實它相對脫水 你這個時候給它補水之外 它順便在吸水的同時 把那些營養成分帶進去 對 所以那個女生在穿那個比基尼 在夏天 然後還是喜歡在那個沙灘上面補妝 那個不是說它一直流汗 然後又一直在那邊上去 對 那個是傷皮膚吧 對不對 像有一個情況我們不建議 就是有些人 習慣在什麼 在飛機上 一直噴那個水 就跟那樣 就是說如果你噴了水之後 你沒有去做一些 比如說像乳液的東西 讓它撐住它的話 這個時候它反而會讓它 它更容易帶出去 所以臉會越來越乾 越來越乾 是空壓的問題是不是 對 因為它本身 飛機上就會乾燥 相對它是乾的 它是濕的 所以它會從這邊拿水做 所以如果你沒有用一層油 把它蓋住的話 它就會一直被收走 隔壁的地方要謝謝你 對 因為空氣把你的水分帶走了 對 變得好濕潤 對 濕度又高了 0.001 真的這樣子 對喔 好 來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階段 目前為止居家篇 三道題目 我們的分數目前呢 下克力 天啊 內想到 怎麼會 下克力 怎麼會呢 他從水果沙拉開始 這個厲害 他的氣轉旺 沒有意思嗎 就像麻將一樣 他之前還搞不懂 為什麼不是冰糖木 真的 結果就對了第一題而已 潘若玲 你到現在沒有一題對 潘若玲是 君子不贏前三把 就盼你最後一把也共固 你等著看吧 最後這一題 逆轉勝題 疾病篇 一題三分 疾病喔 所以你們只要有任何一位答對了 你的分數就整個拉上來 整個拉上來 好不好 這很重要喔 而且我跟你講 我們三個一起答對 他就變最後一名 對 意思是這樣 所以可以逆轉勝的喔 好不好 我們來看 題目是 預防缺鐵性的評寫 綜合來看 哪一種的食物補血的效果 是最好的 最好的來選項 一共有四個 第一個是櫻桃 第二是鹹鴨蛋 第三是紅豆 第四個是黑芝麻 緊張喔 四個答案 你說容易 我覺得也不容易 真的嗎 對 一二三三 四美人選喔 大家都很緊張 黑芝麻 我剛剛才講過好不好 你們有沒有在聽 來 對不對 一二三三 剛剛才講過而已 這有點刺激了 來 一審一 因為我記得 就是鐵質還是那種 要補血的東西 好像都是深紅色的 所以像葡萄啊 櫻桃這類的水果 過深 對 紅豆是什麼顏色 紅色的啊 紅色啊 它不是紫色的 喔你要紫色 深紅色的字 它比紅色還要再深 對 是這個意思 二次刻板 鹹鴨蛋 你的答案出了易表 鹹鴨蛋會補血 我告訴你我怎麼選 你說 因為櫻桃紅豆跟黑芝麻 都是紅或黑 只有鹹鴨蛋 看起來是白的 白的嗎 我在想它會不會是像 香菜那樣的效果 綜合來看 綜合 它把就是 就是食物品 怎麼越講越新鮮 缺鐵性品選 我們已經正在哭了 綜合 不要再講了 不要再講 你先刷到不行 他還做錯什麼事 對不對 不是 要不然你們出題是不小心 不知道要寫什麼 鹹鴨蛋 對啊 有可能啊 有可能喔 對啊 不曉得 我講實話好了 你講實話來 我覺得從剛剛到現在 我都覺得我一定會中的 但只中一題 所以以這個經驗法則來講 我覺得最不可能就是最可能 那你心中認為最可能是哪一個 對 我跟你講也不會是紅豆 那是哪一個 紅豆是 暖身子骨的 哦 應該是 不是黑芝麻 就是如果是紅豆黑芝麻 或櫻桃 我絕對選黑芝麻 所以你認為是四 心理的真正答案 對 那你就硬選二 我覺得最不可能 黑芝麻 跑到型鴨蛋 對 很跳動 這個完全是 學那個蘋果沙拉那一題 來 蔡若妮 紅豆 我太太的 那個什麼組織醫生 就是幫她看病的醫生 她有時候來的時候很不舒服 然後就量多的時候 所以我剛才有講過說 我剛才在之前 前一題我有講 就是我可以 她叫我煮紅豆湯給她喝 可以讓她補血 說驚奇期間嗎 對 缺點心 不是就是玩了之後 玩了之後 讓她吃紅豆湯 或是在驚奇期間的時候 你可以喝一些少量的紅豆 缺點 目的是怎麼樣 目的就是補血 對 吃家補血 而且上次在你們節目也講過 也講過 對 還記得 除非我看錯 你看到牛排去 真的 你記錯了 是這樣子 有在吸收知識就對了 當然那一定要的 一定要的 對不對 夏克力 紅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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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那個不甜 如果一個答案 第五個如果是牛排 你會選牛排 我會選牛排 因為牛排 西洋人的角度不一樣 牛肉超級多的那個甜 你要含甜 果類 堅果類 堅果類 然後豆類 豆類 然後牛排 都是很多不甜的 然後我也知道我老婆 好朋友來的時候 就一直在喝那個紅豆湯 紅豆湯 或是這個紅豆水 所以我覺得應該答案就是 紅豆 紅豆 很多的知識都從 觀察老婆身上得到 對 這是一個很體貼的行為 然後是嗎 是 你也是這樣子做對不對 我沒有 對 家裡沒有人煮紅豆湯 好緊張喔 答案是哪一個 三分多 依老師 我們正確的答案是 2 2 太扯了 這麼可能啊 太扯了 你為什麼有女翔選 因為太怪 我也覺得很驚訝 Oh sexy lady 怎麼樣 很會跳舞 不要錄 不要錄 不要錄來 好可憐 鞋鴨蛋 誰沒有自己鞋鴨蛋啊 鞋鴨蛋啊 不可以這樣 三個爛貨 鞋鴨蛋幹什麼啊 什麼東西啊 誰也不會喜歡鞋鴨蛋 利轉勝了 真的利轉勝了 怎麼會這樣啊 我們一般都認為啦 一樣是 櫻桃 見紅就補血 對 黑芝麻 鐵汁 蓋汁都不錯嘛 對不對 紅豆也是啊 紅豆也不錯啊 怎麼會是鹹鴨蛋呢 月經很多 對 因為其實 所以你們兩個也不覺得 是鹹鴨蛋嘛 我們說實話不覺得 真的 應該這樣說 這四種東西 其實都可以對於這個 缺鐵性品血是有幫助 但是如果假設真的是 有缺鐵性品血的人 你整個來看其實 一定是動物性的鐵質 吸收率是最高最快的 以吸收率來看 對 所以你看那個 下課例不就是說牛排嗎 對 其實這裡頭唯獨動物性的東西 就是蛋 就是雞蛋嘛 所以像有些人平血的時候 其實我也會建議他 你就吃個蛋也OK 可是蛋裡有鐵嗎 有啊 蛋黃有鐵啊 蛋黃 對 所以是那個蛋了嗎 夠 如果你同樣都用100公克去看 他們的含鐵量 其實鹹鴨蛋也還是高的 還是高的 對 然後 他都可以選錯選到 蘋果沙拉 我男人都能選鹹鴨蛋嗎 克凡哥笑到嘴角 都到太陽去去了 你看好囂張 整個 對 誰有騙你啊 真的 不是 鹹鴨蛋我說真的 我任何正常人想 都不會去想到他 他因為今天故意 用個鹹鴨蛋給你 可是他如果用雞蛋 你就會覺得還合理 那你看其實像我們家是外省人 你知道我們坐月子啊 或者是這個好朋友來的時候 其實我姥姥他們傳統方法是那個 酒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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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所以他那個目的其實蛋裡頭就是蛋黃 就是有鐵質 就這樣 任何的蛋黃都是嗎 對啊 雞蛋 鴨蛋 牛蛋 對 因為蛋黃裡頭就是富含鐵質的 一個肉絲 女生的生理期的補血就是 可能是紅豆這一類的嗎 沒有啊 其實像我自己 我本身 我在這個好朋友來的時候 我大部分都是直接寫 豬肝糖 對 因為這最快 你為什麼不吃鹹鴨蛋呢 他不是吃鹹鴨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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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我們會有吃鹹鴨蛋 就吃個酒釀蛋也可以嘛 對 都可以替代的 因為豬肝也是動益 因為豬肝也是動益 鹹鴨蛋應該不行吧 因為它有很多 鴨 對 相對會比較水腫這樣子 那什麼 對 就比較不會 因為水腫小 但是我們只是補貼 補貼而已 補貼而已 我不開心 好 兩個結了婚 結了這麼久的男人 並沒有拿到第一名 而且是有一個 你騙一個鴨蛋 你是不是敲敗 從第一題 你騙一個鴨蛋 只對了一題 事物湯 後面每一題 都拿他老婆出來 每一題也講得頭頭是道 應該跑不到哪去請問 第二題 但是目前這道題目的關係 整個不一樣翻盤 是 科凡哥整個七道題目 只答對兩題 兩題 但是得到四分第一名 第一名 第二名 夏克力 三分 三分 第三名 Eason 兩分 也來過關啦 過關 隆重跟你介紹 不好意思 而且還要掰一下 叫 優良烈爛 我還拐瓜烈爪 好啦 那沒辦法 幸福口福 接受懲罰 好不好 孩子也吃這個 這個就一定要吃 我跟你講 你們也有OK掰 我跟你講 要掰不掰 無所謂 喝完再說 好不好 我們懲罰 我們懲罰很簡單 就是你在這邊 接受懲罰的時候 他們兩位也可以在這邊 享受剛剛的美食 對 夏克力 你的蘋果沙拉 好開心 你好耐用蘋果沙拉 消水種 雞腳也可以 我的木耳可以給我嗎 我的木耳 可以配著一起吃嗎 因為你是Loser Loser 來 現在我們 來 我們這個呢 這個東西是無糖優格 有沒有吃過無糖優格 其實它的口感是相當的酸 對 無糖沒有糖分的 你小朋友 優格裡面的成分是什麼 是 優格是好東西 無糖對健康更棒 所以我們的懲罰 絕對不會說什麼辣椒 加什麼亂加亂加 讓你辣的 不會 我們就是好東西 但是呢 但是 這無糖優格 我們加一個東西 加一個東西 黃蓮粉 那個叫好東西 也是 降火器 天樂解毒 是不是 好苦 拜託 降火器 人家蛋撒黃蓮對不對 對不對 那你來嘗嘗 是 然後呢 因為你最後一名 我們三位都贏他 所以三位都有一個權利 對 我們用湯匙 一個人挖一湯匙 這個湯匙呢 夠囉 你可以量多這麼少嗎 你的量你可以自己決定 譬如說 我現在手上拿的這個呢 它可能是煎的 你也可以是平的 那你可以直接 對不起 怎麼會一直加 不好意思 我不知道 手剛剛抖了一下 那燒嘴會中的 那怎麼好意思呢 這黃蓮下去 怎麼很像 怎麼眼睛 看著你點這樣子 不像點酒的顏色 對 而且很像勾過欠 對 咖哩 所以你們可以憑著自己的交情 你們決定你這湯匙要多買 所以你剛剛加了還可以再加 那當然 我又不是參賽者 來 絕對是尊師重道的 尊師重道 歷子 我跟你講 燒嘴會中的 我跟你講 只有你最有出息 對 其他幾個爛透了 你像誇他有用嗎 有啊 你不要 Eason 牆子上面都有 你會不會太過分一點 不要浪費空間 但是我沒有很尖 我沒有很尖 對 這真的不是最尖的 謝謝 好好吃一口 來 下這裡 下這裡 I love you so much You are my brother 對 這個我 你有吃過黃蓮粉嗎 我沒有吃過 可是剛剛聞到 太好吃 不太好吃 打口一點好了 你想要吃吃看嗎 我吃一點點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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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my God 決定你要幫 潘老師加多少 你內裡的吃那麼大一公 太棒了 怎麼了 這麼提神你看看 不要這樣 好 下一點 加一點 你把它倒進去 我的媽 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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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幫你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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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你OK嗎 OK 確實就是這樣 你有情有義耶 這個才是兄弟 換你 換我這樣 我跟你講 想換湯匙嗎 我連湯匙都不要 都不要 天哪 我只有帶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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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連塞都塞不進去 塞不進去 塞不進去 好 這樣 不要太過分 好 OK吧 不是 你塞不進去 他其實可以倒出來 你還沒講 你主播是奇怪 對啊 你是說這樣嗎 類似 類似 我很怕以後會把我 再來跳他那個單元 我沒有那麼笨 OK啦 是滿多的 就差不多這樣 可以啦 好不好 我覺得除了剛剛超名家最多 打開 打開嘛 好像其他米酥 你比較好吃一點 我跟你講 你用白的地方 把黃蓮把它包起來 是比較OK的 攪拌的 這是吃一口就好 還是要吃完 當然要吃完啊 你開玩笑 要看大家加了那麼多 吃完 吃完啊 我還要養 吃完 幹什麼啊 吃完 我還要養 想要再來節目就要吃完了 你出了任何問題 我們都幫你照顧 不用 不必 好不好 吃這個有好處嗎 這好處多啊 三大口 三大口 清熱解毒 來 三大口 趕快 好不好 吃一口 你用客飯哥的那個糖什麼 還好 還好 好好看 現在是在模仿 說完 研製裡嗎 什麼味道 太苦了啦 太苦了 我今天是看到 那幫老師這個表情 他們也是 苦口婆心啊 他們用苦把你蓋掉酸啊 喔 你好 這會那麼大口氣嗎 試試看 天啊 很苦好不好 我沒那個勇氣 我用一小瓢就好 一小瓢就好 大家幫你分享 你看看 可是加那個 加那個優格比較好一點 好苦喔 好苦啊 舌頭會痛 這麼苦啊 舌頭會痛 有苦成這樣 應該很不酸氣的 這麼苦喔 還要兩吃 我叫你 他們都幫你吃了兩吃了 OK啦 一瓶巧克力好不好 你現在還能夠跳熱舞嗎 沒有 結婚幾年了 還沒 還沒 結婚幾年了 五年 四年 結婚四年了 好不好 所以我來要歡迎 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對啊 結果今天七一集在考驗 知道你就讓我認知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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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不好 繼續加油 尊女婚姻幸福美麗 也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